那么佛的善根 念佛最善 世间不少人知道 人生在世 应当要 急功累得 要断无心善 很多人知道 什么是第一身 什么是第一得 知道的人不懂 那世尊为我们说出 义佛念佛 是第一身 义佛念佛 是第一个功德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我们相信 实在说呢 不能说不行 也不能说确实 半信半疑 我们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什么原因 佛说的意思 我们没搞清楚 天天在学经教 还没懂啊 真正懂了 真正明白了 哎呀 不必劝你 你早就真干了 我出家 剃了头以后 没多久 一个多月 我有一个朋友 赵恒体的二次 他大概大五年三岁 也是方老师的学生 打个电话来 邀我 一起去看老师 好啊 我穿了出家人的衣服 老师一见 怎么 你真干了 我老师说的话 我挺懂的 人生最高的相处 叫对 你的路走对了 我出家 只有他一个人赞他 别人都是我迷信 都很惋惜 怎么迷成这个样子 年纪轻轻 怎么出家了 那在我自己想呢 我出家太迟了 我要早十年知道 多好 我自己感觉着 我已经晚了十年了 我出家 三十三岁 耿方老师 学这学的时候 是二十六岁 所以你真搞懂了 真喜欢了 不用人权 你自己会发现 心发不起来 说明 没有搞清楚 纵然是学 还不清楚 还不是真正懂得 真正懂得 哪有不落实的道理 念佛最深 精于其等 我也像跟佛一样 事故 事故 亦当 持名念佛 你就真的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明知万得 总是 一切善根 知道的人 真不妥 所以人念佛的功夫 提不起来 固执 老师念佛 实在是 暗示 一副功德 老师念佛 是多么可贵 这一种形式 真正 暗示 就是 不明显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都变成自己的功德了 这还得了吗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怎么能修成 阿弥陀佛的功德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自己 融成一体 阿弥陀佛的功德 就变成自己的功德 像修兰博士治病 把病人 观成跟自己一体 啊 病人身上的病 就是自己的病 用清净心 把自己的病毒 消除了 对方的病就好了 这个道理是一体 我跟阿弥陀佛 是一体 要有这个信心 坚定的信心 我跟阿弥陀佛